吉隆普二十七日运训 布马正佛新建师所华小却一所都不给宾州 宾州首长林冠英文教育部副部长拿渡将申闻在国会议会厅外起兵职 随著教育部昨日宣布将在雪兰俄州及柔佛州各新建五所华小后 宾州首长林冠英文教育部长达渡将申闻在国会议会厅外起兵职 而在首相拿渡斯里那几期长在零一八年才正预算案后 在国会走廊与教育部副部长达宣闻理论 两人各持己见最终不欢而散 林冠英披露宾州是华裔族权最多的州属 然而在教育部宣布的十所新华小中 却没有把宾州纳入考量 让他不禁怀疑这可能是政治报复 我们要求的并不多 只是要求在宾州新建一所华小 州政府可以提供土地 也可以与中央政府商讨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满教育部长 其实已经表明支持及打赔才华小版线至宾城 然而最终却不了了之 因此我们怀疑这是教育部副部长 张胜文所下的指令 因为副部长有权律发出这道指令 针对林冠英的控诉 张胜文则表示 其实这是宾州教育局所给予的回应 该局指宾州的华小已经足够 因此不需要更多的华小 所以教育部才没有决定把新华小建在宾城 新建华小是基率需求 宾州教育局指宾州已有七所华小 这已经足够 所以教育部才会做出这种决定 遗憾未提增建班前华小费用金管 昨日教育部宣布 未来将增建十所新华小及班前六所华小 为民主行动荡 秘书长林管英军遗憾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杜斯里纳吉 近日在宣布2018年财政预算案时 并未提及增建及班前华小的费用 他指出 虽然教育部和马华昨日高调宣布 政府未来将增建十所新华小及班前六所华小 但随住今日那集宣布明年度的裁案后 这个宣布犹如空口说白话 我很遗憾的是 那集在宣布明年度的裁案时 并没有同时宣布十所新华小及六所班前华小的费用 因此 不禁让人质疑到底这是六所华小 是否由中央政府出现兴建几班前 林管英军武士的聆听 2018年财政预算案后 在国会走廊搜寻时 做出这项回应 他说 明年度的裁案 显然印裔族群 比华裔族群获得得多 这再再显示了印度国大党 才是真正有在为印裔族群争取权益 马华到底为华社做了什么 这时所新建的华小 竟还要通过华社筹款 我们不希望再向华社筹钱 而是由政府出钱来新建华小 否则这 只是空口说白话 针对那集在宣读明年度裁案时 引用其籍政府将扩建 槟城 国际机场仪式 也是槟州首长的林管英则表示 这是等待已久的消息 雷他也认为 中央政府不应 只是将槟城国际机场的乘客复合量提升至900末 而是1300末 目前 槟城国际机场的乘客 复合量已经达到710末 如果等个三至五年来提升机场 而机场只是提升到900末乘客复合量 那提升完毕后 机场仍会面对不足应付当时乘客的情况 廖中来 照顾各族各领域发展 交通不常见马华总会常拿独自理廖中来形容 2018年财政预算案 是一个全边切包容性的裁案 照顾了各族群 各领域 包括中小型企业 华人仙村等发展 他也表示 很庆幸政府在此次的财政预算案中 不曾间断的保持5000末 令吉的拨款于华小 满华成立的自立合作社KOJ-ADI 也获得了5000末令吉拨款 一协助中小型企业 他说 更重要的是 明年度的裁案 是一个刺激国家未来经济的财政预算案 另一方面 掌管华人仙村 华人中小型企业发展的首相属部 常拿独私利为家想改 也谢首相兼财政部常拿独私利 那吉在为华人仙村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因2018年才正预算案不仅提供撥款 来维修华人仙村房屋 还撥出6500末令吉来提升华人仙村的设备 他指出 相较于过去两年 明年度裁案 所给予华人仙村的撥款是非常多的 因此其代表华人仙村感谢那吉 在明年度的裁案中 我们可以看到华人仙村 可以获得总数7500末令吉的拨款 包括1000末令吉用作华人仙村房屋的维修 以及6500末令吉用作华人仙村设备的提升